責任的態度或許也可以源自鋼鐵般的訓練 跟紀律當中來養成 來看看史上最英的教招訓練 今天進入第六天了 教招員是全副武裝完成行軍十公里 還要演練遭遇砲擊來襲的戰爭狀況 一展軍人的威武英姿 唱著軍歌振奮士氣 陸軍第六軍團行至十四天 教招進入第六天 一大早全副武裝手持六五 K2步槍列隊出發 實施十公里戰術行軍課程 不僅鍛鍊教招員體魄 還要提升部隊戰鬥技能 過程中模擬遭受砲擊時的戰鬥狀況 以吹哨聲一場兩段 代表砲擊來襲進行實戰演練 聽到砲擊聲響起 教招員迅速趴下 以臥倒姿勢尋找掩蔽物 保護自身安全 這些應招員 我們知道到五號到現在 都在我們盧竹這一區 來做一些訓練 那我們中心也自發性的 找了幾個幹部 來為他們加油打氣 教招員高強度訓練不容易 盧竹後備幹部也到場 為他們應援 準備落軍活動 也有小朋友一起為國軍加油 國軍賽 國軍加油 國軍加油 小朋友情緒高昂 揮著國旗熱情歡呼 更列隊歡迎國軍凱旋歸來 教招員開心揮手示意 英勇風姿的模樣讓人尊敬 也讓小朋友對軍人有了憧憬 就是覺得他們很勇敢 這是什麼樣的軍人 空軍 看這個機會表達感謝教招人員 那麼辛苦的接受訓練 來保家衛國 擔負你這樣一個責任 這也是讓我們孩子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軍事就是情勢也蠻緊張 然後也可以透過這個教招 然後讓他們知道 關於國際性的話題 這樣 對 那就是各位國軍都很辛苦 史上最英教招訓練果然很辛苦 但汗水沒有白費 因為全民國防人人有責 藉此對孩子們集會教育 提早培養對國家事務的瞭解 也成了小朋友的最佳典範 記者張嘉玲 真一如桃園採訪報導